尼路季 简短攻略提醒 大家好 欢迎来到修修社友频道 我是阿修 随着台服因为活动延期 晚了一点点才出的尼路季活动即将复刻 其实这个影片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稍微看一下未来试 看一下未来 让大家决定吃苹果的方式 没错 本次影片是苹果未来试 目前台服已经开启了集职关卡 以效率来说 如果你是缺总伙缺钱的玩家 又或者你是要练120等真爱角的玩家 纯缺这两个 其实吃苹果打集职关卡的效率跟刷箱差不多 如果是AP减半的情况下 集职关卡当然是更好 也因此 我相信在6周年之后 有一些比较资深的玩家 已经开始疯狂嗑苹果 练了真爱角120等 这几天我在FB看到很多120等610的玩家 我只能说你们真的超强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点 在迷路级之后 台服玩家即将迎来新泳装活动 迦勒底夏日大冒险 追逐梦想的少年与做梦的少女 除了超可爱的活动角 泳装小儿媳 以及一如往常吸引大家去抽的泳装角色之外 本次泳装活动可以说是 所谓的类无限箱活动 该泳装活动会给金、银、铜三种宝箱 分别可以开出15种不同的素材 而你一路级的无限箱则是固定5种素材 加总火加QP 大家可以自行比较一下你是比较缺素材呢 还是比较缺总火跟QP 来选择要在哪一个活动磕爆苹果来刷 尤其是如果你像我一样 书业、党阵、勋章、笨锁、黑城都不算太缺的玩家 可以考虑你一路级不用太认真刷 不过要注意的是 由于海盗、宝藏的开箱是固定分配的 算起来其实不会跟平常的自由任务差太多 初略计算的话 海盗、宝箱15个素材有缺3种以上的玩家 刻爆苹果刷的几率就能比自由任务高 大缺素材的玩家建议刷爆 反过来说如果你15种素材都很齐全 缺钱缺QP的玩家建议以刷尼鲁剂为主 新手玩家尼鲁剂、老手玩家海盗剂、苹果不缺的干地 则可以考虑两边都刷到爆 现在QP上限20亿了 再也不用担心QP会爆炸咯 原则上我会建议一个无限箱活动 大概吃100个金苹果 算是正常人能够忍受的范围之内 大家在慎重考虑一下自己的苹果再做决定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掰